我们在学博和生活当中要注重培养自己性格当中的善良的成分 特别是年轻人正处在性格形成的时间 就要从小事注意起 行为要当心 养成慈悲众生的行为和习惯 形成善良乐观的性格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好坏不分 性格倔强 很多父母亲为了孩子好 让孩子多学点本事 但是孩子不理解父母亲还要埋怨 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一个小女孩打进电台的热线 要给妈妈点一首歌 主持人说 小朋友 你为什么要给妈妈点歌呀 小女孩说 妈妈很辛苦 每天忙着带我去学钢琴 又要画画 又要跳舞蹈 又要跳舞蹈 还要陪我做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 主持人说 真是个懂事情的好孩子 你想点一首 什么歌给妈妈呀 小女孩说 我点一首 心小其唱的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 所以很多人为别人的付出 当对方不能理解的时候 你就受苦了 无论我们属于何种类型的性格 只要我们具有善良性格的特征 就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的七彩人生 那就是佛法人生 谢谢大家